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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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域县一共有16个乡镇 从周一到周日 每天在不同的乡镇都有巴扎 哈喽 我的家我是阿姨图纳 你们看我现在到哪儿了 我现在到巴扎来 逛街来了 今天是巴扎日 每星期二这边人特别多 特别热 阿姨图纳 沐浴县本地的自媒体人 少叫街地气 就是这样 稳着我们河天的土 然后再逛着这样的巴扎才叫最接地气的逛巴扎 价格合理 然后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的沟通 可以讨价还价 这边是那个玉米囊 然后这个是 五十月二零二零年辞职 就四月份就回来了 就相当于来说是已经两年了 每个款式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从小在欧东西长大 回到这之后觉得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 所以想到就是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要记录下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在一个休鞋铺 现在在给那个鞋子换鞋底呢 这种动物在里面以后 一些让我觉得这个老爷在这个鞋已经三十年了 因为这个我拍的已经两年了 就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基本上该拍到已经拍完了 但每次我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 到巴扎逛一圈 其实每一个滩位都是一个故事 巴扎是守艺人的舞台 老公家们骄傲地展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 这位提头匠是巴扎上资历最老的手艺人 已经在巴扎上摆摊七十多年了 周围这些都是他徒弟 这个年纪不管大小都有件事情在手上 没钱花就穷一点 没事做的话这一天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 逛巴扎逛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闲情 在江内的话这两年我是没有见过大部分人聚集在一起逛街这样的景象 然后近期就是所有事情都恢复到正常了之后觉得 又看到人山人海就是人间那个气息有了 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这一排基本上都是吃的都是各种美食 然后这边是切膏我们河天的那种切膏 好多人听言以为这是摇篮吗 当然不是这是给牛给养喂草的时候用的 虽然现在就是生意好还是不好这群老大爷脸上都挂着笑容 这位大爷自己做木工 在巴扎上贩卖马槽已经三十年了 巴扎不光是做生意的地方 也是交朋友的地方 不同于其他的巴扎 在每周一个特定的日子开始 墨浴县的菜巴扎每天和太阳一起醒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姨图纳 今天我跟我爸又到菜市场来采报 我应该找个摄影师 但顾不起啊 太贵了 我刚一直说话没干活 就害怕我爸不给我买吃的 几年前阿姨图纳的爸爸开了家餐馆 从那时起她就把菜巴扎当成每天的补给站 这个不大的地方 持续供应着新疆人口第二大县的居民们 每天的餐桌 一早不再跟他一块过来 现在都饿坏了 我爸还没有买完东西 我刚开始说实话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对我们这个农村这么小的地方感兴趣 我刚开始说实话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对我们这个农村这么小的地方感兴趣 一场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跟我妈在门口种过花 会有好多人去看 好多人去评论 到后面就觉得 哇 真的好开心 好自豪哦 回来之后在这虽然没有很多朋友 但是我在网络上一想到一百多万朋友就觉得 我好厉害哦 就感觉每天感觉就很开心的这种心态 说起逛巴扎 这个家里最平凡的其实是阿姨图纳的妈妈 挺好的 我的妈妈 可以放了吗 爸爸妈妈的话他们是13年 就要回到老家了 刚回来的时候这个房子不是你们看到这样子 磨屁房 我回来的时候就拱拱挡当的这个房子 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的存款也没有那么特别多 但是作为家庭主妇怎么样才能从巴扎买到又是会满意的产品呢 他为了这个去了巴扎很多次 逛了很多次 才会把这个家就是那个积木一样一块一块一块慢慢品错起来 不哭了不哭了 我怎么会走呢这么可爱的妈妈 所以要带你走对不对 不哭了不哭了 他们都无论随便做 Impro rent 他们都无论随便做生意 你明天把还拉我IR家 他们像插阿娃 我和阿娃 你真的有六 爱 developers 我想你可以用这些小花 不能 launch 去巴扎基本上哪怕就是你身边没有家人 但你必须拉着一个人一块去 你去巴扎看 基本上都是成双成对人 要不就两个人要不就三个人 大家都喜欢就是聚在一起 然后打扮得漂漂亮再去巴扎 我有两个人吧 我也好忙啊 和你一起去运气 一路加油 一路有个人在这儿 一路上这个人毕业 一路上放在鸡腾前鸡里儿 一路上飞着 一路上飞着 我不曾年万象尽管 离拜天是墨浴县最大最热闹的巴扎日 方圆七十公里的居民都纷纷盖来 我是可以通过手机去网购 但我还是更喜欢牵着我妈的时候到巴扎去买东西 巴扎上可以遇见许多人 而有些人遇上了就是一辈子 会儿优优独唱 我再获上chuss Gü次 这是我 说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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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爸爸在巴扎上遇见了妈妈 然后带回了家 明天是春分 当地的诺努兹节 节日之前 娜娜一架从巴扎上 把春天带回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姨淳娜 大家好 我是阿姨淳娜的妈妈 不不不 我的亲姐姐 今天呢 是我们新疆很多 手术民族的传统节日 努努兹节 各家歌户都要做那种 特别好吃的饭 今天我跟我妈 准备做一锅努努兹饭 从小我是 跟周围的朋友啊 跟同学啊 都会说我是河天人 换了环境之后 我发现就是 我所认为的河天人 跟真正的河天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慷慨 更大方 更热情 我发现就无论外面 科技发达了有多快 网络有多方便 我们这边还是会坚持人跟人见面的这种方式来去社交的 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最大的感触就是 手机就没有那么重要 虽然我现在是靠着吃饭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 只要人还在 我们就有机会相聚在一起 疫情总会过去 春天终究会来 巴扎上见吧 朋友